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道歉 都不要认错 我们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 为什么要认错呢 为什么要道歉 今天要提醒弟兄姐妹 首先要向上帝来道歉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祷告店里面的服饰 那一天刚好就是集体认罪的 我说今天是先知性的认罪方式 祷告主领说要什么认罪 你就跟着去认罪 然后有一个姐妹还没开始就跟我说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 我觉得我很好 然后他说了这句话 我没多说 我说你就去参加吧 当他去参加的时候 祷告主领也没听见我们这段话 但是祷告主领刚好得到神的启示 就带领大家来认罪 关于骄傲的罪 然后大家就说 我们要求神原谅 我们是很骄傲的一群 到他的时候 他本来觉得自己是没什么罪的 但是圣灵就跟他说了 其实你就有这个骄傲的罪 因为你觉得自己是没罪的 然后他就流下了眼泪 然后就祷告 求主饶恕他骄傲的罪 过后他跟我分享 他说谢谢我没有责备他 反而叫他自己去听圣灵的话 今天我也来鼓励你 你好不好 坐一个角落来听一下 圣灵跟你说什么 有什么事情 我们要求神饶恕我们 我们要跟神说对不起 上帝这一点我做得不好 第二点呢 我们要跟人来道歉 say sorry to our friends 马太福音呢 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是如此跟我们说的 他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向弟兄和好 然后才来献礼物 我在教会的时候呢 就有两个姐妹呢 常常吵架的 吵完架之后呢 那个姐妹就会坐这边 另外一个姐妹会坐那边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她就坐这一边 她就坐得很远 然后分足祷告 也要这个坐这边 那个坐那边 就要分得很远的 但是每一次呢 都没有和好 因为彼此不愿意道歉 我有一次呢 对其中一个人说 你比较成熟 你去道歉吧 那个成熟的说 我没做错啊 我说我知道你没做错 但是你先去道歉 他挣扎了一下 不过他很顺服 也听了我这个劝勉 就跟这个姐妹说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其实她没错 但是她选择了去道歉 过后呢 那个灵命比较不好的姐妹 因着她的道歉呢 就软化了 然后也跟她说 其实我也不对 然后他们两个人 就坐下来一起祷告 就和好了 有时候你愿意去道歉 不是因为你对或是你错 是因为你谦卑 因为你心中想寻求福星 所以你选择去说 原谅我 好吗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意志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彼此认罪 我们心可得意志 我们的心可以得福星